我們就著剛剛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的記者會回應 有三個主要議題 第一個就是三歲分流 第二個就是沙中線報告 第三個就是逃犯條例 我就會就著頭兩個作回應 周浩鼎議員就會就著逃犯條例作回應 柯創勝議員就會補充 就著政府決定撤回三歲分流 明天的動議辯論 我們認為是一個合適的做法 其實民建聯早前已經是清楚表明 我們是不能夠支持政府提的原方案 主要是擔心 第一就是三歲分流恐怕變成三歲傳失 令到西瑞的逃生們都沒有了 第二也是擔心就是真的實施之後 是否能夠達至顧問公司所說的三歲分流的效果 大家對於科學的論述都還未能夠信服 對於政府是考慮到立法會的實際情況而撤回 我們認為合適做法也有積極的意義 因為特首議治局長剛才在記者會裡面已經說到 他們都會積極去想不同的方案去處理塞車的問題 我們認為其實有很多方案是可以做的 包括是否可以透過補貼公交 讓到公交才達至三歲分流的局面 另外我們都希望除了局方關注塞車之外 其實都有很多議題市民希望局方特別關注的 拍車位不夠這一點我們從來都在不同的委員會 已經多番題了 希望局方都可以聚焦去處理拍車位不夠 另外自衛出行這個事情亦都說了很久了 但實質市民亦都未感受到利用資訊科技 去減輕失車之苦以致協助市民找到車位 所以我們希望政府可以集中時間精力 和議會一起去處理不同的交通議題 至於沙中線的報告 我們亦都看了下正文法官的報告 這次報告是由法官以至他的專業團隊 經過努力去讚寫的 我們認為內容都是披露了這個沙中線問題的癥結 亦都非常具參考價值的 特別是提到紅磡站是否安全呢 裏面都是提到有五個專家去共同 經過努力之後得出的結論 結論就是那個紅磡站是安全 但是我相信這個結論是會讓市民稍微減少擔心的 我亦都在這兒要求政府雖然報告是說 是基本安全 但是不能夠停止它現行的測試工作 因為安全是最重要的 我們不能夠讓沙中線任何的站變成有危險的 或者是有影響市民生命的危險的情況出現 所以相關的測試需要繼續 另外我們特別要強調 就是報告裏面都提到港鐵和禮頓 其實沒有按合約做好它的角色 這點政府今天沒有交代怎樣去跟進的 我們認為政府必須要重促去交代 因為港鐵作為項目的監控者 它是責無旁貸 這次是嚴重失職的 怎樣去扣減它的管理費 甚至罰款方面或者其他方面體現 這次市民的憤怒我希望政府盡快有個交代 禮頓方面也是過去它不合作 禮頓也是導致這次問題的一個主要的承辦商 政府是不是研究一下 因為這次它的表現 而去看看它還是不是合資格做政府的合約承辦商 我希望在這些後續方面政府是可以盡快交代的 就這兩個議題看看 柯創勝議員有沒有補充 好 其實就著三稅分流那裏 我想我們都很強調 希望政府能夠看回市民的角度 確實現在九龍東和新界東的市民 透過隧道過海 如果你真的叫它利用譬如西稅的話 根本就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做法來的 我們期望政府能夠繼續研究不同的方案 包括剛才主席所說的一些公交先行先試分段時間 作出優惠以至乎到舒緩現有說的安排 我覺得這個是需要想的 另外也希望所有方案都好 它都要盡快作出不同類型的諮詢 就是讓市民體現到一個充分討論的空間 好 那接著逃犯條例我交給周浩定議員 好 謝謝主席 特區政府關於今天宣佈 剔除九項和經濟相關的罪行 我們是表示同意和值得肯定的 因為特區政府是認真聆聽了工商界之前表達的訴求 也都作出了一個務實的回應 我相信透過今次剔除這九項和經濟稅務等等有關的罪行 我相信再加上我們一直都重新是透過香港的法庭 用普通法去做把關 我相信是絕對可以釋除到工商界的一些營商上面的疑慮和困難 在這裏我都是希望再三重新 希望特區政府能夠盡快處理好這次的修例 盡快進行了這個移交是可以還家屬的公道 我也都藉這個機會是表達 最近我留意到有些泛民的人士現在現時在美國 包括陳方剛生女士在美國鋪陳香港的情況的時候 特別提到逃犯條例的情況的修例 她特別是提到逃犯條例的安排 又是違反人權等等的失實指控 我認為這一種也都是不斷在那裡危言聳聽 再加上不斷地指控說中央剝削香港一國兩制等等 這些全部都是失實的指控 我認為她的言論是不負責任 也都是不斷地在那裡唱衰香港 所以我在這裏也都再三透過這個機會表達 也都向外國的商會可以做一個鋪陳就是 其實現在特區政府也都今天已經宣佈了 將九項和經濟和稅務等等有關的罪行 已經在今次的逃犯條例的修例裡面剔除 這個我相信是會釋除到營商方面的疑慮 我想我講到就這麼多 如果香港人會有關的話 他們有關於香港的旅遊行公司 還有香港的旅遊行公司 那些會釋除了 所以香港也有關於這兩個暴行公司 因為香港的旅遊行公司 會釋除了 I think this sort of behaviour is quite irresponsible and I hope the Taiwanese authority would listen to the explanation of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especially on how we are going to use the Hong Kong common law principles and Hong Kong common law legal principles to safeguard the human rights and once again I believe that the government we welcome its response in excluding some of the business related crimes and I'm sure that this sort of arrangement would address the concerns from the business sectors 想問一下還有沒有跟案中的家屬去公開這個動物協議的修訂情況 如果台灣真的沒有這個動物協議去引渡那個 其實是否可以將這個公義得不償實呢 我們一直都有接觸家屬的 其實家屬都很希望盡快可以處理到這條條例 讓到相關的程序可以繼續 其實政府多番強調台灣的執法當局 已經不止一次是要求政府協助 其實這個要求協助是從來沒有停止 我們都相信透過我們修改法例之後 我們是在一個堅實的法律基礎底下 可以向台灣繼續去溝通 讓到這件事盡快可以處理到 請問到台灣有說過如果是硬化了台灣的話 就不會引用這個 這個執法當局的溝通是沒有間斷的 請問到美國那邊會因為今次通過了修例 有些人都在檢視他們一千座的長期建議 即是怎樣去回應這些說法呢 將台灣有警示的那裏 他們已經說了有機會會發生的這件事 你們會不會擔心影響台灣 香港現在作為旅遊城市的聲譽 令到其他國際上的聲譽會受損 令到那些人很擔心香港旅行 我又看不到那些人會很擔心來香港旅行 其實大家都明白 有一些的表態都是政治的表態來的 我相信透過政府多些說明 大家理解香港法院的運作 大家有信心之後 其實事情就會處理好 謝謝 美國那裏我講了一句 我回答美國那裏 如果大家有留意今天特區政府的回應 也都講得很清楚 就是說其實對於香港和其他國家 未來要簽訂的任何長期協議的安排 和這次的個案處理是兩馬子的事 所以我想其實我們現在處理的這個新的arrangement 就是處理一個個案式的安排 而長期的協議我都相信 將來也都按照所有的國際慣例去處理 其實我們今天也都看到 就算是和其他國家的一些過去的安排裏面 我都看到 其實某些的罪行有 某些的罪行沒有 其實這個呢 都是和個別的國家去簽訂的時候去商議的 所以我就不相信在這方面有任何的疑慮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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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